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4年3月2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黄虫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9号下午就新能源技术和中国的能源安全进行第12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要以更大力度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 为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建 能源保障基础不断夯实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能源发展仍面临需求压力巨大 供给制约较多 绿色低碳转型任务兼具等一系列挑战 应对这些挑战出路就是大力发展新能源 习近平强调 中国风电光伏等资源丰富 发展新能源潜力巨大 经过持续攻关和积累 中国多项新能源技术和装备制造水平 以全球领先 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 还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 新能源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基础 中国成为世界能源发展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推动者 习近平又指出 要统筹好新能源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 坚持规划先行 加强顶层设计 搞好统筹坚固 注意处理好新能源与传统能源 全局与局部 政府与市场 能源开发和节约利用等关系 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他强调要瞄准世界能源科技前沿 聚焦能源关键领域和重大需求 合理选择技术路线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公关 强化科研成果转化运用 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 培育成带动中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 促进新制生产力发展 习近平指出 要适应能源转型需要 进一步建设好新能源基础设施网络 推进电网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 和智能微电网建设 提高电网对清洁能源的接纳 配置和调控能力 加快构建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支撑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 要深化新能源科技创新国际合作 有序推进新能源产业链合作 构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共赢新模式 深度参与国际能源治理变革 推动建立公平公正 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习近平最后强调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既要把握当今科技发展的大方向 又要坚持以我为主 突出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 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024年春季学期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一号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做出重要指示 强调年轻干部 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新征程上 年轻干部重任在兼 大有可为 必须牢记初心使命 顽强拼搏进取 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榜 习近平强调 要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赌信 赌行者 不断铸牢信仰之机 不足精神之概 把稳思想之舵 切实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 要自觉做对党忠诚老实的模范践行者 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自觉做始至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极难仇判问题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要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 远挑最重的担子 能啃最硬的骨头 善接烫手的山芋 在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中 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 要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 节俭朴素 谦逊低调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拥保共产党人清正连结的政治本色 习近平要求 各级党组织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历史使命感 抓好后继友人 这个根本大计 健全培养选拔 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 从严教育管理监督 源源不断培养造就 堪当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重任的可靠接班人 父皇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9号致电输游客盗马时 祝贺他当选匈牙利总统 习近平指出 近年来中国同匈牙利关系 保持高水平发展 两国高层交往频密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合作良好 今年是中兄建交75周年 双方关系发展 面临新的重要契机 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兄关系发展 运同树游客总统一道努力 更续两国人民传统友谊 深化两国政治互信 和各领域交流合作 推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 引领中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迈上新台阶 另外换一个焦点 我们来看到中东方面 家地卫生部门指出 已军10月开始的军事行动 已经造成了3万多人死亡 超过7万人受伤 而在加沙城的最新一轮袭击 死亡人数增加到115人 另外有750人受伤 加沙的一家医院指出 176名伤者送到医院 当中8成都是中枪受伤 而南部城市拉法 被导弹击中 至少有2人死亡 多人受伤 在由以色列军人射杀 加沙城领取救援物资人群的视频曝光 当大批8人在29号清晨 争相夺取人道物资时 突然传出连串枪声 其后更有炮弹在空中飞过 不少人非常惊慌 立即躲避甚至逃走 现场多数着火 有人受伤 一对已经挨饿7天的母女 在漆黑中失散 母亲大声呼叫 四处寻找女儿 加沙一家医院的院长指出 事件中有176名伤者送到医院 当中8成人重枪伤 只有34人是被踩踏而受伤 多名上者表示 他们在等待人道物资的车队时 遭到乙军故意用坦克 飞机和枪械的攻击 有人身上多处遭到射击 而加沙南部继续封烟四起 多处发生爆炸 乙军一号发放视频 指坦克和士兵在汉尤尼斯发动攻击 歼灭了数十名候补部份子 拉法市多间房屋 在一号突然被乙军的导弹击中 造成多人死伤 当中包括儿童 这人人员在瓦礼中找到一具尸体 房屋只剩断屁残垣 多辆汽车也被损毁 居民见到家园净毁 感到伤心和无助 一对八人兄弟 29号在西岸城镇西伯伦 被乙军杀死 他们于3月1号举病 父亲指儿子手无寸铁 确遭滥杀 正在土耳其参加 安塔利亚外交论坛的 埃及外长舒凯里1号表示 希望以哈双方能够在 在戒约开始前达成停止 敌对行动和交换人质的协定 他强调将居民送往埃及 或约旦等国家的计划 是不可接受 而且违反国际法 舒凯里又说 埃及正在努力提供 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 以满足加沙巴人的需求 但必须先停止敌对行动 巴勒斯坦外交部长 马利基指出 以色列内塔尼亚湖政府 想将加沙的巴人赶尽杀绝 除非国际社会施加压力 否则以色列不会宣布停火 加沙只会再面临新一轮袭击 以及种族灭绝 而在另一小组讨论的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表示 哈马斯·法塔赫和其他 巴勒斯坦组派系 已经同意继续谈判 这是巴人协调合作的一大进展 尼加拉瓜则要求 国际法院采取紧急措施 阻止德国继续向以色列 提供财政及军事援助 也敦促德国撤销停止资助 进东经济工程处的决定 尼加拉瓜认为 德国违反种族灭绝公约 和日内瓦战争法公约 而约旦飞机一号 在空头数十包人道物资 到加沙北部 为挨饿的巴人舒缓良荒 大批平民前往拾取 这些包括稻米 面粉 奶粉 和日用品的援助包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以色列军人在加沙 射杀哄抢抢食物的人群 事件持续发酵 以色列官方辩称 射杀行为是护送士兵 感到威胁的自卫 但是事件不可避免地 让以色列陷入质疑 和外交被动之中 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挥的报道 在事件发生当晚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发表讲话 再次重申会顶住一切国际压力 彻底消除哈马斯的威胁 并解救所有人质 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 本台记者发现 绝大多数的民众 不愿就此事接受采访 担心影响自己的生活 有民众私下向记者表示 他们感到难过 希望战争早日结束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正在尝试通过指明的方式 组建一个各方能接受的 新的技术型内阁 不过常规的选举 新政府几乎必定是 以色列无法接受的 有巴勒斯坦政府工作人员表示 按照他个人猜想 此举是为了战后 从以色列手中 顺利接管加杀 Israel internally it has lots of problems you know the actual government in Israel needs a victory and cannot take a military victory so they need to say that they finished and killed off Hamas which by that they mean the Palestinian resistance you know so if they can appoint a parliament in there that is a technocratic and it's not Hamas they can sell it off to their people that we finished off the Palestinian resistance and there is no more Hamas so we won the war and that could be a way to finish the war 自10月7号以来 以色列累计向加沙 发出了约 14000辆物资援助货车 其中包含 16万吨以上的食物 而以色列国防军 在加沙需要 防止哈马斯武装 对食物进行冒领和抢夺 同时的话呢 还要防止身着平民服装的 哈马斯武装 释放冷剑 时刻精神保持 在高度的紧张状态 愿苦难早就结束 凤凰卫视 胡销与死痕 拉姆安拉报道 由于加沙地区 人道危机持续升级 多国都开辟新的救援途径 来援助加沙 约旦等国近期开始空投物资 拜登就表示 美国会在未来几天 对加沙空投人道主义 救援物资 此外 以军29号习卸了加沙城 一处救援物资领取点 本台加沙特约记者 阿克拉姆就表示 他自己的亲属 从事发一线传来消息称 以军事使用150毫米口径的 坦克炮向人群开火 许多人伤势严重 死亡数字恐将不断上升 阿克拉姆 人民区务官員说的 最后一切被体制造了 这个事件 这是第二次大事件 军事在这世界中 他们集结这些 希望他们能够给自己吃饭 给自己的但这些 那些人在集结这些 就好像五四众 来送给�取 人在那天的 去尋找出玉米和保護災人士 在那裡 他們拖擊他們網絡射 DNK 他們被射撲 他們被射撲 拖擊他們 他們被射撲 人們被撲亡 人們被殺隊 被困惑 人們在那裡 人們難以撲 都不可以 拘捕 他們 撞他們 人們撞 撞他們 作為 救護他們 我 兒子 我 他提供了我一個訊息,一個訊息的恐怖事件 他們集團了餐餐,他們猜猜他們會有餐餐 但他們的艦艦都打擊他們 而殺了一個巨大數字 那已經被公佈了解決定 這數字可能會增加 因為很多人都在很危險 因為他們打擊他們的艦艦 他們打擊他們的尺寸 那些人都打擊他們 他們打擊他們 現在他們還會死 因為他們會死 因為那些隱藏的封鎖 在加州市場 45公斤的艦艦都打擊 在各個各個地方 包括加州市場 我们非常有所疏忧的就是准确上整个派水上蒙 撒冷冻了 尊敏和港面园 我论了解决定的俄车预测 在整个派水上增加了 甚至准确的俄车领暖和气候 伤活的水平 我们有很多关系的隐级 而且是没有一个选择的质猜 以后涉及的灵力 在地上,你能看到一些年輕人在那裡說 我們需要保護。保護是在Gaza 而且它沒有被傳輸出, 當它是水落,它不會落在地上 它應該落在地上。 當Gaza看到很嚴重的隙間 在人們的動作, 它是非常危險的 人在Gaza和北方 去逛街或在地上 去支援水落。 所以它不容易, 它不幫助, 而是可能要承受人的痛苦 如果我就是这些国家 在美国的状态 我会在美国的状态 我会在美国的状态 会更加专业 更加帮助 更安全 让人们已经不安全 这么长时间 美国总统拜登 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一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举行会晤 双方重点商讨了 加沙人道主义危机 以及俄乌战争 拜登与梅洛尼 一号在白宫举行会晤 这是继去年7月 梅洛尼访问华盛顿 并与拜登会晤之后 两人再次举行双边会谈 而加沙人道主义危机 成为焦点 在未来的日子 我们将会跟我们的朋友 在卓尔丹和他 与其他人提供 更加的食材和食材 进入美国 然后再继续 进入美国的其他道路 包括美国的可能性 帮助大量的人民币 帮助 在加沙人道 在加沙人道 在加沙人口中的 乌克兰 是指加沙地区 会谈中 梅洛尼也对中东危机 表达了担忧 并称意大利将全力支持 使美国政府的调节努力 意大利方面表示 梅洛尼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 是分享意大利 担任七国集团 轮值主席国的优先事项 包括捍卫规则为基础的 国际体系 继续支持乌克兰 讨论中东冲突 对全球议程的影响 并继续关注印太地区 还有移民问题 人工智能等等 拜登也透露 双方在会谈中 谈及了中国 在结束对华盛顿的访问后 梅洛尼将在2号访问多伦多 并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举行会谈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一 华盛顿报道 下一节回来关注俄乌局势 我们稍后见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1号强调 俄罗斯没有计划 在太空部署核武器 美国媒体此前 原引消息人士报道 指俄罗斯正在研发 可摧毁商用及政府 卫星的太空核武器 普京在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上 指出 西方捏造俄方计划 在太空部署核武器 他强调俄方没有这些计划 不过在太空领域 俄罗斯政府必须时常留意 可能出现的威胁 并且有可能化解这类威胁 而普京在同一天签署命令 征召预备役人员 参加2024年度军事集训 并且于当天在法律信息网站 发布了相关资讯 战况方面 乌军1号继续向顿巴斯 中线恰索夫亚尔增加兵力 目前集结在这个方向的乌军 达到23个旅6个团序列号 俄军两个集团军和两个空降师 将近10万人向这个方向推进 企图形成阿夫捷耶夫卡的包围阵势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 在顿巴斯中线的战场观察 星期五 在顿巴斯前线即将到来的 恰索夫亚尔的战役的主题 也成为顿巴斯前线记者们的焦点 当天 俄军第98空降师侦察部队 向恰索夫亚尔南部的 克拉斯尼及伊万诺夫斯基村 和克里切伊夫卡地区 以及伯格达诺夫卡地区附近 发动了火力的侦察 乌军凭借着恰索夫亚尔高地 约700余米的高度 乌克兰武装部队 长期也为此准备好了防线 和广泛的通讯和补给的网络 使俄军的攻坚战 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 俄军各路部队 加大了对恰索夫亚尔难以的压力 如果乌军失去对恰索夫亚尔 和伊万诺夫斯基道路的控制 这将整个失去恰索夫亚尔的 主要的补给线路 阿夫捷伊夫卡 残缘断壁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 阿夫捷伊夫卡的战役 也是正在向众深 进行一个发展之中 俄军对西域的 包括亚述第三旅等 一些乌军的精锐部队 也正式在展开一个突击 周五 作为乌军撤离阿夫捷伊夫卡后的 第一道防线被俄军突破 这道防线长11公里 由三个支撑点组成 星期五 乌克兰武装部队员宣布 最终放弃了 奥尔洛夫卡 托南科 比尔蒂奇对阿城方向进行防御的 第一道防线 符合卫士陆宇光 伊万 拉曼 穆拉特 阿夫捷伊夫卡的报道 俄罗斯在2022年战争爆发初期 曾经占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引发了外界对安全的担忧 本台记者取得了乌克兰当局的特别许可 进入切尔诺贝利禁区 发现乌克兰当局加强了 对核电站和禁区的保护工作 这里是普里皮亚纪 那么它是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最近的一个小镇 在1970年代左右 刚刚建成 1986年就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灾难 那么这里当时有5万人口 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市政广场 身后还有一座酒店 那么这里是当时的一个文化工的遗迹 里面还有游泳池 前面还有超市和餐馆 在1970-80年代来说 这个小镇是非常现代的 切尔诺贝利禁区共2600平方公里 战前普里皮亚纪允许游客到访 但开战后乌军加强戒备 沿途有多个检查站 只有极少媒体得以进入 禁区内唯一一间医院的医生表示 在俄军占领期间 他们藏起发电机 与外界保持联系 我现在就站在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厂区之内 在我的右手边 是有第一到第四反应堆 但是自从战争开始之后 这里非常敏感 拍摄的角度也只局限于最顶部 我的身后是行政大楼 目前这里还有2000多名员工 日常做一些维护的一些工作 现在是午餐时间 也可以看到有陆陆续续的员工 来这里吃饭 俄军入侵时 控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超过一个月 引发国际对核安全的高度关注 俄军也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以及附近的核污染监测设施 毁坏和带走价值不菲的仪器和部件 有些到现在都还没有重新购买 非常厉害现在购买 有些人已经连续不发生 对,他们有点疲惫 但我们以为他们利用了 新的这些购买了一万亿 和国家没有这样的钱 可以给你购买 这些购买的材料 购买任何核酷 这不是什么样的 就像免购买 这些国家必须要够准备 负责人说俄军离开核电站之后进行了整修 目前在乌军的保护下安全运作 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备 李向 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报道 法国媒体报道 法国可能考虑允许其特种部队进入乌克兰境内做军事指导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决表示 法英美三国事实上已经有军事人员派驻到乌克兰 法国世界报云引消息人士的信息指出 法国政府考虑允许少量的特种部队人员进入乌克兰国境 对俄罗斯制造战略困境 报道指出 法国军队的存在是要保护乌克兰领土 并且制约俄罗斯方面的打击 法国的特种部队本已经在波兰训练乌克兰士兵 并且协助援武武器运送到基辅 而身在土耳其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出席安塔利亚外交论坛时就表示 目前在乌克兰国境内 不仅有外国雇佣兵 还有来自法国和英国的职业军人 荷兰与乌克兰在1号签署了 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 包括在今年之内 向乌方提供2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荷兰首相吕特到访乌克兰 东北部哈尔科夫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及政府官员举行会谈 双方签署安全协议 荷兰除了在今年提供总值2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也将在协议生效期之内向乌方提供防卫支援 吕特提到将会向乌方提供22艘巡逻艇和3艘CB90突击艇 并且将加入捷克提出为乌方购买80万发弹药的倡议 当中荷兰将会捐款增至2亿5000万欧元 荷兰是第7个与乌克兰签下安全协议的国家 加拿大 意大利 德国和法国等国家 已经先后同乌克兰签订了相关协议 以加强乌克兰的防卫能力 再来关注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利内的葬礼 3月1号在莫斯科举行 现场戒备森严 不过仍然有上千名民众不顾当局追求责任的警告 聚集悼念 美国 德国等西方多国驻俄大使也参加了告别仪式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莫斯科东南区 马尼诺圣母圣像大教堂 那今天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利内的葬礼呢 就在这里举行 那我们在现在可以看到 现场的人流呢 已经是围得水泄不通 纳瓦利内的告别仪式 于莫斯科时间下午2点 在马尼诺圣母圣像教堂举行 而选择这个教堂 除了纳瓦利内是东正教教徒以外 还因为他此前曾在此区域居住 目击现场有近5000左右的民众拿着鲜花参加告别仪式 俄罗斯当局也出动大量特警在现场维持秩序 可以看到 现场的人群中有人专门带头喊口号 而民众们则在这些人员的带领下 不断在现场高呼 纳瓦利内的名字 以及俄罗斯需要自由等等 而客工当天也表示 任何未经授权的集会都属于违法 参与者将被追究责任 而纳瓦利内也并非政治人物 现在纳瓦利内的告别仪式是已经结束 那我们现在现场可以看到 现场的纳瓦利内的支持者们是 手举着鲜花 高呼着纳瓦利内的名字 然后再前往纳瓦利内的墓地 当天除了纳瓦利内的父母 及支持者以外 多个西方国家的驻俄大使也来到了现场 包括美国大使特雷西 德国大使南波斯多夫等等 此外 墓地附近也出现了 瓜友爱尔兰 波兰 美国 希腊 比利时等 多个国家的外交车牌的汽车 此前一天 美国记者卡尔森对外表示 乌克兰可能是纳瓦利内之死的幕后黑手 因为乌克兰能从中受益 同一天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 七国集团要求俄罗斯承切纳瓦利内之死 是粗暴干涉的洛斯内政 以马尼罗深母深向大教堂 锦翼桥之隔的鲍里斯维奇墓地 就建在莫斯科河的高地上 远远是能够到眺望到大教堂 纳瓦利内就安葬在那里 以上就是凤凰卫视 尹利 萨维 苏炳灿 赵新 在莫斯科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周五签署 短期拨款法案 将政府关门的危机 延后到本月晚些时候 拜登表示 这项两党协议可以为国会提供更多的时间 来讨论后续的支出协议 以及制定全年拨款法案 但这只是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 不是长期的解决方案 拜登表示 这项两党协议可以防止政府出现停摆 并为国会提供更多的时间 来订制全年拨款法案 这对美国人民是个好消息 他表示 必须明确清楚地知道 这是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 不是长期的解决方案 拜登表示 在未来的日子里 国会必须做好自己的工作 通过为美国人民服务的全年拨款法案 他表示 众议院共和党人 必须对两党的国家安全补充协议采取行动 补充协议已经在参议院 以压倒性的两党支持获得通过 如果付诸表决 也将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周四众议院以320票比99票 通过了短期拨款法案 稍晚的时候 参议院也以77比13票通过了法案 新的短期拨款法案 设定了3月8日和3月22日两个节日期 周三的一份国会联合声明表示 谈判代表已就6项拨款法案达成协议 拟议协议中的6项法案 涵盖农业部 交通部 内政部和其他部门 方案将在本周末公布 于3月8日前投票并通过 但其余的拨款法案仍存在争议 包括国防 卫生和公共服务等部门 但国会需在3月22日之前 完成对乌教大楼 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等的 2024财年拨款 众议长约翰逊此前表示 美国援助其他国家的前提 是必须美国优先 需要先处理好边际问题 才能援助乌克兰 最终的年度拨款法案 必须通过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 和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 才能抵达拜登的办公桌 凤凰卫视张备员 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赴德州 就移民问题发表演讲 却为何引发了选民的担忧 而美国总统大选 超级星期二即将到来 对于特朗普连胜的战绩 黑利又如何应对 并且做出了哪些表态呢 今天我们要和 在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岐 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 王岐你好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大家早上好 美国总统拜登于2月29号 在德州布朗斯威尔 就移民管控问题发表演讲 与同日早些时候 在美墨边境的特朗普隔空辩论 拜登登台讲话前 一度表现出迷茫和困惑 需要在场工作人员上前协助 说明下一步的流程安排 这一幕再度引发 其高龄争取恋人的忧虑 总统拜登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 首先是来自今日美国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 黑利周五表示 他在2月共筹集了1200万美元 这笔资金将支持他在 即将到来的超级星期二之后 继续参与共和党初选 以及继续挑战特朗普 黑利宣布的2月份的总额 目前尚未得到官方竞选 才文件的核实 尽管如此 黑利还是认为 这反映了共和党人寻求 可以代替特朗普的候选人的 强烈愿望 黑利还表示 他竞选的目标 是让美国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 即使他在最后 没有赢得共和党的提名 黑利还坚称 他和他的支持者 并不反对特朗普 但他们被错误地描述为反特朗普 他强调 他的支持者 仅希望有一位新的领袖 而不是特朗普和拜登之间的 再次对决 根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 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 起诉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 称其背叛了造福人类 而追求利润的创始目标 马斯克在旧金山高等法院 提起的诉讼中表示 当他为OpenAI的创建提供资金时 他与阿尔特曼和总裁布罗科曼 达成了一项协议 让这家人工智能公司 保持非盈利状态 开发造福公众的技术 该诉讼称 根据创办协议 OpenAI还承诺 将向公众开放其代码 而不是为了任何私人公司的利益 而隔绝于公众 马斯克表示 通过与微软建立密切的关系 OpenAI及其高管 违反了一项协议 并歪曲了公司的使命 马斯克以违反合同 违反信托义务 和不公平的商业行为 起诉了OpenAI 他还希望法院颁布禁令 禁止包括微软在内的任何人 从OpenAI的技术中获益 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好的 谢谢王琪 从美国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下一节回来关注两岸消息 我们稍后见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到 14届全国政协常委会 在1号召开第5次会议 会议决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14届全国委员会 第2次会议 于3月4号在北京召开 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 听取和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和全国政协第14届 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例行14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 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及其他有关报告 而全国政协第14届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5次会议 3月1号在北京召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政协第14届 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 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关于全国政协 14届一次会议以来工作情况的报告 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 关于政协14届一次会议以来 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 起草情况的说明 和有关事项的说明 听取了政协第14届 全国委员会 经济委员会 港澳台桥委员会 外事委员会等 2023年工作情况的汇报等 凤凰威视综合报道 202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同比下降8% 如何更大力度地吸引利用外资 是2024年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 商界和学界都认为 强化中国自身发展优势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及落实外企国民待遇 是吸引外资的关键因素 我们来看两会前瞻系列报道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 202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人民币1.13万亿元 同比下降8% 其中制造业下降1.8% 服务业更下降13.4% 这样的数字 给2024年中国吸引外资的任务形成压力 面对地缘政治等外部局势持续 提升营商环境 成为内地各省市政府 练好内功的重点 2023年8月 中央政府出台了吸引外资24条政策 稳定外资发展信心 拥有近4000名会员的上海美国商会认为 官方的态度非常积极 接下来需要更有针对性的解决 内外有别的问题 其实外资并不需要超国民待遇 只是我们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国民待遇 那么这也是符合中国加入世贸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在这个国民待遇的基础上 也就是市场化 简单讲 我刚才提到的一个是 这个你这个法治化 市场化再加国际化 中国经济的成就离不开外资的签与 外资企业以总数不到3%的数量 创造了中国五分之二的对外贸易 六分之一的税收和十分之一的就业 过去中国以超大市场规模和廉价成本为优势吸引外资 但当前中国内部面临需求不足 房地产行业下行以及地方债务风险等问题 在经济学家看来 外资的信心也等同于民营企业的信心 从根本上改变现在外资的这种谨慎的 执着不前的这种犹豫的信心 中国可能第一需要加码财政政策的刺激 来实现针对消费方面的大力的投入和刺激 扩大利需 这样全球企业看到在中国更容易挣钱了 回报更高了 物价的水平回升了 企业不搞价格战了 那当然他更愿意来投资了 2024年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 外资在全球化布局中需要考量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学职认为中国要扩大开放 强化自身的优势来应对外部的风险 2024年FDI在中国的量还是要下降的 这个有很多的原因了 但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大势所趋的产业链重组 在中国全产业链这个优势仍然在 但是对于不少企业来讲 尤其在未来的一两年 就中美竞争是不会停止的 尤其是现在大概率可能特朗普又要上台 假如他上台的话 那么中美贸易战就会重启 中国目前正在积极的推进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这就需要在关税市场准入政府采购 国企改革等领域取得突破 而吸引外资也需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挑战 凤红卫序 黄达亮和超 上海报道 香港方面 针对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如锐 在媒体上攻击抹黑香港国安法 和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 诋毁香港营商环境和权力自由空间 煽动美资企业撤资离港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在1号表示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予以严厉谴责 发言人强调 梅如锐无视香港社会各界 支持尽快完成23条立法的强大民意 罔顾香港投资和营商环境持续向好的事实 在媒体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干扰特区旅行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责任 干扰 干预特区司法机构 依法审理 离职因案等国安案件 严重背离了领事官员基本的职业操守 和行为准则 提供了美方干预香港事务 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右翼铁证 并充分暴露其典型的虚伪双标 和强盗逻辑 发言人表示 23条立法是迟到26年的正当必要之举 是特区政府限制责任所在 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期 上个月28号结束 香港法律界提出了多项关注 例如新增窃取国家机密罪中 建议可以引入公众利益作为抗辩理由 但同时也有严格限制 香港大律师公会 香港律师会早前以上特区政府提交建 同意特区政府应旅行县记者任 尽快执行就23条立法 不过 相关罪行 特别是新增的概念和罪名 定义必须清晰 同时 条例应提供 差当的扩免或抗辩理由 法律界同时对23条立法提出关注 其中 针对方件建议 窃取国家秘密罪中 引入公众利益作为辩护理由 香港大律师公会认为 所有人都有权运用 不只限于新闻从业员 且相关门槛不应该过低 香港律师会就认为 可以参考加拿大做法 在确保被告人 以公众利益作辩护理由前 必须确立披露信息的公众利益 大于不披露信息的公众利益 且被告人披露信息的目的 是为了揭露他人在执行公务时 所犯下的罪行 至于另一个贯注是 上获离判罪 香港法律界贯注 特区政府咨询文件建议 把相关罪行适用范围 控掌至其他供职人员 但并没有对供职人员 作出定义 特区政府必须交代清晰 避免市民误罪罚网 另外23条立法的预外适用性方面 法律界认同有需要定名适当的预外效力 但如何让条例的预外效力胜效 以及如何在香港提出起诉 特区政府朝你逃利时 还需要仔细考虑 凤王卫视 谢静亨香港报道 横勤越澳深度合作区 已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政策 根据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刘一良的观察 目前封关的运作情况大致畅顺 指出二线的管理 与一线的放开息息相关 管好的同时也要兼顾流通性 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政策下 货物从澳门进入横勤 可以免税或者保税 从横勤进入内地其他地区 才按规定征收进口税 符合条件的货物 更可享受加工增值免关税 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刘一良 感谢中央政府 对澳门和深河区建设的大力支持 指出政策 可以把澳门单独关税区 自由感等独特优势 与行情的空间资源优势结合 横勤为澳门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 这个空间不是只是横勤 而是它最重要是延伸到内地 二线那里 你如果管得太过于严谨 你就变成流通要素 就发挥不同了 刘一良希望在分线管理的运作下 横勤的机制和体制能够更加对接澳门 完善与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体制 他指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政策 直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利好进出口贸易 更深层的价值是通过制度创新 打造一个与澳门模式相似的地区 从而吸引投资者 刘一良建议横勤在推动创新实践的同时 及时做好经验总结汇报 为达湾区开展更大规模的创新实践 提供可接见可复制的经验 丰汉卫视 陈慧琪阿们报道 再来关注到214大陆渔船被撞事件 台湾海巡署和大陆方面有关人士 在1号晚间9点举行了第12次闭门会议 详情我们来看记者发挥的现场报道 台湾海巡署和大陆方面有关人士 双方原本在1号的上午10点钟 要在我现在所在的吴江饭店 举行第12次的闭门会议 不过记者在这里观察了 一整天双方的会议没有如期举行 而陆方罹难者家属是被记者 直击到外出添购衣物 原本外界都认为这第12次的会议 不会举行要延期了 但就在晚间的9点钟突然举行 而双方是讨论了40分钟 台湾方面是不是也可以说一下 这边的一个立场 今天总共他们把人家密会 是为了解脱媒体吗 有吵起来吗 陆方的代表之一 海协会协调处处长许维伟 在面对记者提问 双方的讨论是否有结果时 先是点了头 不过随后马上表达 不愿意说明的态度 而台湾方面的相关人员 也都没有透露任何的细节 让外界更加的好奇双方讨论的内容 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 在今闻的现场报道 下一节关注更多的 《时事要闻》我们稍后见 欢迎回来 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小红 3月1号在北京会见 印尼国家反恐局局长李哥 就中印尼关系和反恐合作进行讨论 王小红表示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 中印尼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 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积极实践全球安全倡议 并深化反恐合作机制建设 反恐能力建设合作 和国际反恐事务沟通协调 拓展执法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 高水平推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 李哥表示 愿意与中方加强反恐务实合作 全面提高反恐合作水平 再来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在3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收高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 再创了新高 标普500指数更是首次 在5100点以上收市 投资者继续关注 美联储降息时间点的预期 2月份美国制造业下滑 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疲软 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6月减息的预期 本周累计倒指下跌了0.11% 标普白指数上涨0.95% 而纳指上涨1.74% 我们来看详细数据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收爆39,087点 上涨90点 涨幅是0.23% 纳斯达克指数 收爆16,274点 涨183点 涨幅是1.14% 标普500指数 收爆5,137点 涨40点 涨幅是0.8% 下一节观众更多内容 我们稍后见